2022年2月底,俄乌战争爆发 到目前为止,这场改变世界政治格局的战争走向 依然让人难以琢磨 不过,如果我们回溯历史 看看1939年爆发的苏芬战争 你会发现,它与今天的俄乌战争有颇多相似之处 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那场爆发在80多年前的极其惨烈的战争 或许历史能够给未来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历史上芬兰曾经属于瑞典王国的势力范围 但是瑞典在1788年的北方战争和1808年的俄瑞战争中 连续两次被俄国击败 芬兰从此被割让给了俄国 1809年,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兼任芬兰大公 芬兰大公国就此成为俄国的附庸国 芬兰人向俄国沙皇宣誓效忠 而芬兰则成为沙俄帝国一个拥有较大自治权的独特的存在 它有自己的议会并拥有立法权 能决定芬兰地区的部分事务 俄国沙皇派驻芬兰大公国的最高长官是芬兰总督 1890年前,芬兰的经济稳步发展 芬兰人与俄罗斯统治者相处和睦 但到了1890年,沙俄帝国开始在芬兰强制推行俄罗斯化政策 芬兰人的自治权遭到破坏 从而引发了芬兰人民的强烈不满 由于沙皇的愚蠢政策 到一战爆发之前 芬兰人已经成为沙俄内部一个危险且不满现状并谋求独立的民族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 德国出于削弱沙俄的目的 开始支持芬兰的独立运动 并秘密给芬兰民族主义者提供军事训练 1917年,俄国爆发10月革命 芬兰趁机通过新宪法 并在1917年正式宣布独立 同年12月31日 自顾顾暇的苏俄布尔士维克政府正式承认芬兰的独立 虽然苏俄布尔士维克政府是第一个承认芬兰独立的国家 但是他们始终认为芬兰是俄罗斯的一部分 因此支持芬兰的社会民主党夺取政权 1918年1月27日 芬兰短暂而血腥的内战爆发 得到德国支持的芬兰政府军 在卡尔·古斯塔夫·曼纳海姆将军的指挥下 很快就取得了胜利 1918年5月 芬兰政府军就控制了全国领土 但是芬兰和苏联就死结下了梁子 1920年 芬兰和苏联经过谈判 签署了塔尔图合约 芬兰获得了北冰洋不动岗 贝柴摩地区 苏联则得到了卡雷利亚地下的两块领土作为补偿 由于当时苏联正在和波兰交战而无暇顾它 因此芬兰得到了非常有利的结果 其南部的卡雷利亚地下的边界 距离苏联的重要城市列宁格勒 仅32公里 这个把列宁格勒置于重炮射程内的边界 使得苏联始终耿耿于怀 一旦获得机会 必然要给自己重新划出一条有利的边界 对于苏联人的心思 芬兰人也是心知肚明的 因此 他们从1920年到1939年 一直不停地在卡雷利亚地下修筑防线来保卫国土 这条防线全长135公里 纵深40至95公里 芬兰人巧妙地利用了森林 湖泊和沼泽等天然障碍物 防线前部有地雷区和各种反坦克障碍 后面密布由交通豪连接的800多个碉堡和大量火力点 这条防线堪称二战最坚固的防线之一 它被命名为曼纳海姆防线 苏联人心心念念地重新划定界限的机会 很快就到来了 鉴于英法两国推行绥靖主义 想诱使德国来个祸水东秘 英法得的小心思 苏联人绝对不会坐视不理 于是 在1939年8月23日 苏联和德国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其中的秘密议定书就规定了 立陶宛 拉脱维亚 爱沙尼亚和芬兰的领土 属于苏联势力范围 在得到德国的背书后 苏联从1939年9月27日到10月10日 迅速吞并了爱沙尼亚 立陶宛和拉脱维亚三个小国 随后 苏联开始向芬兰提出领土变更方案 要求芬兰把卡雷利亚地下的苏芬两国边界 北移40公里 把芬兰湾内的几个岛屿和雷巴西半岛上的芬兰领土 割让给苏联 把汉科半岛以每年800万芬兰马克的租金 租借给苏联 为期30年 为了补偿芬兰2761平方公里的领土损失 苏联人表示 愿意把奥涅加湖西北部 面积5529平方公里的土地交给芬兰作为交换 面对苏联提出的条件 颇有远见的芬兰国防军总司令曼纳海姆元帅深知 小国寡民的芬兰不可能抵挡住苏联的进攻 建议政府谈判并接受苏联的条件 但芬兰政府基于国家安全考虑和恪守中立原则 拒绝了苏联的要求 曼纳海姆一怒之下提出了辞呈 鉴于芬兰政府对和平抱有不切实际的乐观想法 苏联人也不愿意继续等待 我们可以看一下当时两国的军力对比 苏联总人口1.7亿 战争初期就投入了50万兵力 之后又陆续增兵到100万人 坦克2510辆 火炮2000门 飞机670架 而芬兰人口仅370万 总兵力12.7万 另有30万预备艺人员 芬兰军队的坦克都是雷诺和维克斯之类的老旧型号 反坦克炮仅有100余门 其空军的145架飞机也是过时的产品 而且芬兰的各类弹药储备不足 仅从纸面数据上看 可以得出苏联对芬兰具有碾压式的优势 因此 苏联列宁格勒军区司令员梅列斯科夫乐观的预计 三周之内就可以解决芬兰 战中爆发已经是箭在弦上 1939年11月26日 苏联自导自演了一出炮击本国迈尼拉村的闹剧 宣称是芬兰军队攻击苏联 并造成苏军伤亡 史称麦尼拉事件 苏联以此为借口 要求芬兰将军队从边界后撤20至50公里 并赔礼道歉 否则苏军将展开报复行动 对此 芬兰政府一口拒绝了苏联的最后通牒 1939年11月30日 苏军开始全面进攻芬兰 此时 摆在芬兰人面前的只有战斗或投降两个选项 而芬兰人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战斗 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和生活方式 芬兰人民达到了空前的团结 全国一日坚决抵抗侵略者 而曼纳海姆也立刻收回辞城 并接受了三军最高统帅的职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